即将参加国中教育会考的中山高中国中部考生们考前冲刺努力K书 而中山高中毕业的基隆市议员张炳君也特地在会考前夕 回到母校中山高中国中部制政白沙屯妈祖以及文昌帝君过火加持过的文具组 给上百位中山国中学弟妹考生为大家加油打气 预祝在5月18、19两天即将举行的113年国中教育会考中圆满顺利金榜提名 那炳君其实身为中山高中的校友 所以特别致政了我们所有即将要考国中会考的学弟妹们 然后有带着我们的文具的事件组二笔铅笔 包含还有我们的文昌笔 这个是有特别带去白沙屯妈祖有去贵辱 也希望就是妈祖的保佑 希望我们的这些学弟妹们都可以在国中会考的时候 考上他自己理想的学校 请代表中山高中 我感谢义座这么有心还到白沙屯这边 这边的个祈福 然后就把这些的文具然后送给学弟妹 那我想这一份的心意 然后这一份的祝福 我们都是有非常满满的感受 那我也希望说有这样正向的力量 学生在会考的表现会更好 真的谢谢义座谢谢 这批送给中山国中准备会考考生的文具组 是市议员张炳君 亲自到苗栗白沙屯拱天宫 代表考生们向白沙屯妈祖拜拜过火加持 祈求考生们考试圆满顺利 希望借由白沙屯妈祖的祝福 加上考生们自己的努力 得偿所愿考上理想的学校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